美國馬里蘭州發生斷橋意外 位於巴爾迪摩的一條大橋 被一艘貨櫃船撞斷倒塌 大橋斷開至少4折 並沉入大海中 事發在星期二凌晨1點半 有消息指攝氏的貨櫃船掛了新加坡旗 橋上有大概10架車和7名建築工人 有至少20人墮入水中 當地的交通管理局就說 意外後已封鎖了一條公路 至於事故原因仍有待調查